无路可逃这下是彻底逼一了吗 10月18日 有网友发现 吴磊微博简介里的感情状况一烂 写着单身两个字 算是正式回应这段时间以来的所有绯闻 今年8月 吴磊在一场直播中 吴磊暴露了自己的聊天软体首页界面 上面显示 吴磊置顶了一个人的聊天记录框 而这个人的头像 疑似女星向寒芝 之后 某位网红在曝光和男星王安宇的约炮经历时 无意爆料了向寒芝是吴磊女朋友 一时间传闻四起 虽然当时人双方都没有正面回应恋情传闻 但是向寒芝却招来了大批无路可逃CP粉的攻击 他在绯闻曝光后的每一个举动 都被解读成是在蹭吴磊的热度 例如他发布短视频动态 唯独挑了一个带有吴磊头像的粉丝进行回复 再比如 他被人扒出点赞过吴磊的自拍 再加上当时心态灿烂正在热播 看剧的观众基本上都处在上头颗CP的状态 都希望并且相信吴磊赵露丝真的恋爱了 因此向寒芝的出现更是让他们感觉恼火 一些入戏较深的粉丝 甚至开始迁怒吴磊 认为他不够难认 希望他能够坦荡一点 谈恋爱了就承认 没谈就否认 然而无论粉丝怎么破防 吴磊就是没有回应 他这种做法其实也很好理解 当时正是他的事业巅峰期 回应绯闻只会火上浇油 带来负面影响 冷处里是个不错的选择 本以为随着聚集结束 时间过去 大家都会默默淡忘这件事 扣CP的粉丝 也会从激动的情绪中慢慢抽离 不再关注 没想到这时 吴磊却突然冒出来 将微波简介赶成了单身 要知道感情状况这个功能 基本上没有明星会使用 用了就相当于把感情生活公之于众 吴磊这一感 也算是从正面否认了和小韩之的感情 而同时也正是这个否认 让CP粉感到心碎 因为单身也意味着 他和赵磊斯的CP是假的 其实直到今天 还有不少粉丝 希望吴磊赵磊斯能够三大 正午阳光的微博评论区 有大批粉丝留言 希望他们能够合作正午新剧 樱桃琥珀 如今其中一位正主公开否认了绯闻 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三大的可能性呢